国理化 第二侧 五十一 认识有机化合物 这是讲义五十一的范例解说 范例一 有关于有机化合物的判断 下列为有机化合物则减化圈 为无机化合物则减化差 第一 汽油 汽油是有机化合物 所有从石油中所提炼出来的物质都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汽油这个是有机化合物 第二 二流化碳 二流化碳是CS2 这是二流化碳 有机化合物一定含碳 含大化合物中二流化碳这个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第二 这个是泉 第三 硫酸 硫酸是H2SO4 因为硫酸不含碳 硫酸是无机化合物 所以差 第四 氏氧化酸铁 氏氧化酸铁是F1O3O4 这个是氏氧化酸铁 氏氧化酸铁不含碳 所以这也是无机化合物 第五 氏氏H8 氏氏H8这个是丙碗 碳氢所组成的化合物 这个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这个圈 第六 氏氧化酸 氏氧化酸铁是有机化合物 氏氧化酸铁也有机化合物 所以钾氏这个圈 第七 氏氏氏氏铁 氏氏学名是乙氏 以氏氏氏命名的这个是有机化合物 氏氏氏氏事铁也是有机化合物 这个圈 第八,漂白水 漂白水主要成分是次氯酸 NaClO 这个次氯酸 因为漂白水不含碳 所以漂白水这个是无机化合物 第九,甲酸 以甲乙饼丁命名的是有机化合物 而甲酸是有机酸 有机酸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这个圈 第十,C12H22O11 这是蔗糖或者麦芽糖 含碳氢氧的化合物 这个是有机化合物 十一,石墨 石墨含碳 可是石墨是元素 石墨不是化合物 所以十一不是圈也不是叉 我们画一杠 十二,米饭 米饭主要成分是淀粉 所以米饭也是属于有机化合物 这个圈 十三,乙酸乙齿 乙酸乙齿是属于子类 子类是有机化合物 以甲乙饼丁命名的 这个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十三,这个圈 十四,淀粉 因为淀粉是属于多糖类 多糖类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十四,这个圈 十五,COCL2 这个是氯化亚固 氯化亚固不含碳 所以这个是无机化合物 十六,葡萄糖 葡萄糖属于单糖类 糖类是属于有机化合物 所以葡萄糖是有机化合物 这个圈 十七,氧化酮 氧化酮 C,U,O 它不含碳 所以这个是无机化合物 十八,塑胶 塑胶是合成的有机化合物的统称 所以塑胶是有机化合物 十九,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SO2 它不含碳 所以二氧化硫 是无机化合物 二十,CCL4 这个是氏氯化碳 氏氯化碳含碳 它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这个圈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次氯化硫 化学式是NA C,L,O 这个是次氯化硫 次氯化硫 不含碳 所以它是无机化合物 二氧化硫 醋酸学名乙酸 有甲乙丙丁的 这是有机化合物 而醋酸的化学式是CH3 C,O,O,H 这个是醋酸 所以醋酸是有机化合物 因此圈 二三,胃精 食品的胃精 它算是一种氨基酸 它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圈 二四,碳酸钙 碳酸钙,CA,CO3 虽然含碳 可是有碳酸钙的物质是属于无机化合物 所以碳酸钙是无机化合物 因此X 二五,食辣 食辣是属于碳氢所组成的有机化合物 所以圈 二六,碳酸钙 碳酸钙,NA2 CO3 这个是碳酸钙 有碳酸钙的物质都是无机化合物 所以二十六,这个是无机化合物 二七,草木灰 草木灰学名碳酸钙 所以是K2CO3 也是含有碳酸钙 所以草木灰是属于无机化合物 X 二八,丙酮 有加以丙丁的 这是有机化合物 丙酮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圈 二九,植物色素 植物色素是植物体内的有机化合物 所以这个圈 三十,烧碱 烧碱是指氢氧化钠 NAOH 烧碱是无机化合物 属于强电解质的碱类 所以差 三十一 CAC2O4 这个是草酸钙 草酸钙虽然很有碳 可是草酸钙也是无机化合物 因此草酸钙 这个是无机化合物 三十二,染料 染料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圈 三三,太白粉 太白粉是以上是指二氧化钙 TIO2 这个是无机化合物 所以差 煤炭 煤炭成分是碳 所以它是元素 它不是化合物 因此我们化一杠 三五,碳酸氢钙 碳酸氢钙俗称小株打 虽然很有碳 可是碳酸根或者碳酸氢根的化合物 都是无机化合物 所以三十五 这是无机化合物 三六,肥皂 肥皂是属于有机化合物 它是脂肪酸钙 所以肥皂是有机化合物 三七,贝壳 贝壳成分 碳酸钙 CACO3 一般的鸡蛋蛋壳 还有贝壳 或者灰石 大理石 这些成分都是碳酸钙 可是碳酸钙是无机化合物 所以差 三八,甲醛 甲醛俗称辅马林 甲醛是有机化合物 所以圈 三九 KCN 氢化钾 有CN的我们称为氢化合物 氢化合物虽然含有碳 可是是无机化合物 所以氢化钾是无机化合物 所以差 四十 草酸钙 草酸钙 钙NA 草酸钙 C2O4 钙是正义价草酸钙 富二价 所以NA2 C2O4 这是草酸钙 草酸钙 有碳 可是是属于无机化合物 所以差 因此 有机化合物都有碳 可是含碳的化合物当中 例如碳酸钙 草酸钙 氢化物 或者碳酸钙 这些虽然含碳 可是 它们是属于无机化合物 这是范例一 范例二 有关于有机化合物的检验 选选利用幼图装置 将有机化合物与氧化酮 一同加入干燥的饰管中 然后在塞上插有玻璃管的橡皮塞 最后将饰管置于酒精灯上加热 请回答下类问题 第一 分别将白糖 木炭 食盐 至于饰管中 待其余氧化酮反应之后 会发现有哪几种的物质产物 会使石灰水变混浊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这边在一只饰管里面 我们加入氧化酮还有代测物 而代测物包括 白糖 木炭 食盐 然后用酒精灯加热 现在问 有哪些物质的产物 会让石灰水变混浊 因为石灰水变混浊 是因为饰管里面反应产生了二氧化碳 而会产生二氧化碳 是因为在代测物里面有含碳的物质 由于碳加上氧化酮 会让酮还原 于是产生了酮加二氧化碳 而二氧化碳的气体 通入石灰水中 可以让石灰水产生碳酸钙白色沉淀 所以石灰水会变成混浊 水带测物里面含有碳的物质 白糖 木炭 有这两个 白糖是蔗糖 蔗糖含有碳的成分 木炭里面也有碳的成分 石岩是氯化钠 所以石岩里面不含碳 因此 A的答案 白糖跟木炭 因此 第一题 A的答案 第二 乘上题 会有哪几种物质的产物 会让蓝色的绿化雅菇色子变粉红色 使绿化雅菇色子从蓝色变成粉红色 这是因为绿化雅菇色子遇到了水 而如果代色物加氧化酮 反应产生水 则代色物里面必须含有氢的物质 因为 氢的活性比酮大 水氢加上氧化酮 氢会把酮取代出来 形成酮加水H2O 而所产生的水 可以让绿化雅菇色子从蓝色变成粉红色 可是 我们所加入的饲料 其中只有白糖 还有氢 因为实际上 白糖的化学式是 C12 H22 O11 碳有碳的成分 有氢的成分 有碳的成分 可以让氧化酮反应产生二氧化碳 有氢的成分 可以让氧化酮反应产生水 因此 可以让绿化雅菇色子变粉红色的 只有A的答案 第三 若有机物在加热不久后 会让沉浸石微水变混浊 即让白色硫酸酮变蓝色 可证明该有机化物 可证明该有机物可能含有下列核种元素 因为 让沉浸石微水变混浊 这是因为 反应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必须有机化物里面含有碳的元素 而如果要让白色的硫酸酮变蓝色 必须含有氢的成分 因为氢和氧化酮反应才能产生水 所以 有机物里面 必须有碳有氢的成分 才能够满足 沉浸石微水变混浊 并且使白色的硫酸酮变蓝色 所以有碳有氢的成分 第三题 C的答案 第四题 氧化酮在该试验中所扮演的角色 应该为下列核者 因为 我们把碳加氧化酮 可以使得酮加二氧化碳 所以氧化酮它被还原成酮 因此 氧化酮是做氧化剂 所以第四题 猪的答案 第五题 氧化酮在实验完成后 您如何将导管移离石灰水中 因为在实验的过程 我们用酒精灯加热 所以 实验结束之后 氏管制成高温的状态 如果 先熄火的话 则氏管很快冷却 这时候 氏管内的气体压力 会因为氏管冷却 而使氏管内的气压变小 于是 外界的大气压力 会把沉浸石灰水 把它压入 氏管里面 可是这个操作 会使氏管 遇到温度较低的死灰水 结果氏管突然预冷收缩 最后会导致破裂 所以这是一个危险的操作 因此 最好的方式是 先将橡皮软管 先移开死灰水 然后再熄火 这样才不会使得 死灰水流入氏管里面 而让氏管预冷破裂 所以 最好的操作是 先移开导管 然后再移开酒精灯 所以 第五题 B的答案 范例三 有关于竹块的干六 微微用铝箔包住竹块 并以酒精灯加热 如右图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持种隔绝空气加热分解的过程称为什么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先用铝箔包住竹块 然后在前面开口 下方用酒精灯加热 这个过程是把竹块隔绝空气加热 使竹块产生分解 我们把这个过程就称为干六 所以竹块的干六是 将有机物隔绝空气加热 使它产生分解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 加热分解所产生的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氢气 甲烷等气体中 何者具有可能性 因为我们把竹块用铝箔包住 然后隔绝空气加热 分解产生出来的气体 有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氢气和甲烷 其中一氧化碳可以燃烧 烧成二氧化碳 氢气可以燃烧 产生变成水 而甲烷则可以燃烧 产生水蒸气跟二氧化碳 因此 总有这三种气体 一氧化碳 氢气跟甲烷 这是属于可燃性的气体 第三 加热分解后 以蓝色石垒四次 检验铝箔内所残留的液体 会变成红色 则盖液体可能为何种物质 因为我们把竹块干溜 加热分解所得到的液体 其中有一个是胶油 它是粘稠性有二氧的液体 另外一种液体则是透明无色 可视 用蓝色石垒四次 触碰后会变成红色 这个是畜酸 所以这个液体可能是畜酸 CH3 COOH 这个是第三 第四 有关竹块的干溜 下列各项叙述何者错误 A 竹块干溜后的固体产物无法导电 A这个是对的 因为竹块干溜所得到的产物 固体最后剩下焦碳 焦碳不是石墨 而焦碳是不能导电的物质 所以A这个是对的 B 竹块干溜为吸热的化学变化 B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用铝箔包覆竹块 使竹块隔绝空气受热分解 这是一个吸热的化学反应 而反应之后所产生的物质 有气体、液体跟固体 所以竹块分解这是一个化学反应 C 竹块干溜的气体产物中 只有二氧化碳不具可燃性 C 这个是对的 因为竹块干溜所产生的气体 其中液氧化碳、氢气和甲碗 这三种气体是具有可燃性 可是二氧化碳是不具可燃性的气体 所以C这个正确 竹 竹块干溜的液体产物中 醋酸用蓝色的石垒柿子测试成红色 酒精用潮湿的石垒柿子测试不变色 竹这个是错的 因为竹块干溜的液体产物有醋酸 醋酸可以让蓝色的石垒柿子可以变红色 可是竹块干溜的产物不会产生酒精 而是产生胶油 因此 竹这个叙述 前面是对的 可是后面是错的 所以竹不对 因此第四题 错误的只有珠这个错误 第五题 将竹块干溜后 直接打开铝箔 发现残留固体物质 及具有粘性的液体物质 有关这些液体与固体物质的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产生的液体具有酸性 可使石垒柿子浓蓝色变红色 A这个是对的 因为产生的液体有酸性的 这个是畜酸 CH3COOH 它是酸性的畜酸 可以让石垒柿子从蓝色变红色 B 铝箔纸上粘度大的黑褐色液体为畜酸 B这个是错的 铝箔纸上粘性大黑褐色的液体 是胶油不是畜酸 所以 这个不对 C 残留下来的固体 是黑色的木炭 C这个对的 竹块干溜之后 最有残留的固体 是黑色的木炭 因此 我们可以拿黑色的木炭 直接在白纸上写字 猪 残留下来的固体具有可燃性 猪这个是对的 因为残留下来的固体是黑色木炭 木炭可以燃烧 使木炭加氧 直接烧成二氧化碳 CO2 水株这个正确 因此 第五题 错误的只有B是错误 第六 用铝箔纸包住竹块进行干溜时 发现 最先看到了白烟无法点燃 此白烟主要成分为何 铝箔纸包住竹块 在进行加热干溜的过程 最初看到白烟无法点燃 这个白烟是竹块里面所含的水蒸气 所以 第六题 C的答案 范例是 有关于有机化合物的检验 信心在干燥四款中加入氧化酮 再加入有机飼料 然后以棉花团塞在管口 接着再塞上插有导管的灯孔橡皮塞 最后在四款底部加热 如右下图 请回答下六问题 第一 加热不久后 若将产生的气体导入 澄清石灰水中 则澄清石灰水会如何 我们看画面这个图 信心在四款里面 加入氧化酮跟有机飼料 然后用棉花团塞住 接着在四款底部加热 因为氧化酮碰到有机飼料 有机飼料里面一定含碳 加热的时候 因为碳的活性比铜大 所以碳加氧化酮 COO 反应可以产生铜加二氧化碳CO2 水加热过程最为产生二氧化碳气体 而这个CO2气体通入澄清石灰水 可以让澄清石灰水变成白色混浊 水第一题 猪的答案 第二题 由上体可知 产生的气体中含有何者 因为产生的气体可以让石灰水变混浊 这个是因为二氧化碳气体 所以产生的气体里面一定含二氧化碳 所以第二题 B的答案 第三题 由上体可知 该有机饲料的成分含有何者 因为加热的过程和氧化酮反应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表示 有机饲料里面一定含有碳的成分 有碳碰到氧化酮才会生成二氧化碳CO2 所以第三题 C的答案 第四题 经冷却后 氏管口有无色液滴 若以蓝色绿化碳CO4子四肢 其颜色为何 因为氏管口产生的无色液滴 这个成分是水 而水可以使蓝色的绿化碳CO4子 最后变成粉红色 所以第四题 B的答案 第五题 由上体可知 该无色液滴为何 因为使蓝色绿化碳CO4子 最后变成粉红色 这个是产生水的关系 所以无色液滴 这个是水 所以A的答案 第六 由上体可知 该有机饲料中 很有何者 因为有机饲料里面有氢的成分 氢遇到氧化酮 因为氢的活性比酮大 所以最后会产生水 所以使蓝化碳CO4变色 是因为有水的关系 而会产生水 是因为有机饲料里面 有氢的元素 所以第六题 C的答案 范例五 有机化物的分析 挺挺于检验有机化物中含碳的情形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实验中可加入下列哪一化合物 来一同加热 因为我们要检验有机化合物 我们是用氧化还原的方式 所以我们加入氧化酮做氧化剂 所以第一题 猪的答案 第二题 若该有机物15公克与主量的上述化合物共热 产生二氧化碳气体44公克 产生水27克 则 此化物中含碳的百分比为百分之多少 因为化合物中含碳 碳加氧化酮 CO 结果变成酮 CO加二氧化碳CO2 而产生二氧化碳44克 因为CO2气体分子量是44 所以 产生44克的二氧化碳 表示产生银木耳的二氧化碳 银木耳的二氧化碳表示有银木耳的碳 因此 碳有银木耳 而有机物全部有15克 因此 银木耳的碳 就等于12克 所以碳占有机物的百分比 我们把12除以15 结果等于0.8 水占80% 因此 化物中含碳的百分比为80% 这个是钾 以此化物中碳比氢原子数比等于多少 因为整个反应产生水27克 这是因为 有机化物里面的氢 遇到氧化酮CuO 结果产生酮Cu 加水H2O 而水现在产生27克 所以27克的质量 除以水分质量是18 因此 有1.5木耳 所以水产生1.5木耳的水 而1.5木耳的水 里面含1.5乘以2 因此所含的氢 是1.5乘以2 有3木耳 所以表示 有机物里面的氢 这个有3木耳的氢 而3木耳的氢 因为氢原子量是1 结果 1乘以3 因此有3克 所以氢有3克 于是 有机物里面 含碳的质量是12克 而含氢的质量是3克 全部加起来刚好是15克 所以这个有机化合物 它只包含碳跟氢两种元素 因此 我们要比较碳跟氢的原子数 所以 碳比氢 碳有1木耳的碳 氢有3木耳的氢 所以碳比氢等于1比3 因此 碳比氢的原子数比是1比3 这是第二小题 并 若化合物的分子量为30 则使化合物的分子4为何 因为有机化合物 碳跟氢的原子数比是1比3 所以有机化合物的分子4 是一个碳三个氢 这个的倍数有n倍 于是碳是12加氢是1乘以3 这个有n倍 结果等于整个分子量是30 12加3等于15 因此15n等于30 所以表示n等于2 因此有机化合物的分子4是CH3 括号2倍 乘进去结果是C2H6 所以有机化合物的分子4是C2H6 这个是饼 范例6 有关有机化合物的成分分析 取氏管氏脂 如幼涂一 逆装饰料 使其混合均匀 再分别以土耳装置加热 请回答下6问题 第一 那两只氏管会使沉浸石微水变混浊 我们先按旁边这个图 这里有甲乙丙丁4支氏管 甲氏管里面有氧化酮加煤粉 乙氏管是氧化酮加蔗糖 丙氏管是氧化酮加碳粉 丁氏管是氧化酮加碳粉 现在要问 然后两只氏管会让石微水变混浊 石微水变混浊是因为反应产生了CO2气体 而甲氏管里面氧化酮加煤粉 我们把Cuo加煤mg 因为酮的活性比酮大 所以酮跑出来 酮和氧变成氧化酮mg 所以甲氏管产生的是酮跟氧化酮 因此没有产生二氧化酮气体 以氧化酮加蔗糖 Cuo加上因为酮糖的成分 C12 H22 O11 水酮糖的成分里面有碳 因此反应一定可以产生二氧化碳 酮糖成分有氢 遇到氧化酮可以产生水 H2O 所以乙氏管可以产生CO2气体 会让石微水变混浊 丙氏管 氧化酮加碳粉 因为氧化酮Cuo加碳粉C 结果变成酮CU加二氧化酮CO2 水饼氏管也会产生二氧化酮气体 丁氏管氧化酮加碳粉 氧化酮是mgO加碳粉 结果因为碳的活性比酮小 因此碳不能把酮取代出来 所以丁氏管没反应 因此可以让曾经所谓水变混浊的 只有乙跟饼两只 因此第一题 B的答案 第二 哪一支氏管会有水滴产生 四支氏管里面会产生水滴的 只有乙氏管 测糖 因为测糖里面含氫 遇到氧化酮可以产生水 所以第二题 B的答案 第三题 哪一支氏管内不发生反应 因为从氏管的反应分析 我们发现只有丁氏管 因为碳的活性比没小 因此碳粉加氧化酮不会发生反应 所以第三题 猪的答案 分类期 有关于检验有机化合物 施施取了氏管中的甲乙丙三种物质 分别与氧化酮一起放入氏管中加热 实验装置如幼图 三种物质反应后的产物均不相同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甲乙丙三种物质何止含有碳元素 因为从表格里面我们发现 曾经食为水滴并混浊的 只有甲跟乙 所以表示 甲跟乙两支氏管产生了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加入了物质和氧化酮一起加热 这表示 我们所加入的物质里面含碳 所以甲跟乙两支氏管是含有碳的 因此 第一题 A的答案 第二题 以之甲乙丙三种物质中 有一个物质至少含有碳氢两种元素 请问哪一支氏管中可能是该物质 因为 氏管里面含有碳跟氢两种元素 有碳遇到氧化酮产生CO2二氧化碳 有氢遇到氧化酮会产生水H2O 所以 只有乙氏管 使微水变混浊 硫瓦雅固氏值也变色 所以 乙物质会符合要求 因此 第二题 B的答案 第三 氧化酮和氏曾经死为水变混浊的碳酸钙是属于何种物质 氧化酮不含碳 水是无激化合物 碳酸钙有碳 可是碳酸根也是属于无激化合物 所以 两者都是无激化合物 所以第三题 C的答案 产生 诚 倪 混浑